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对我们来说,杨子是值得效仿的榜样 如今的杨子,是财富和事业的双丰收者 他是多重身份的演员,音乐人和商业代言人 更是拥有众多忠实粉丝的女神 但很少有人知道,杨子经历过各种磨难 而且,在每一次困难的情况下 他总能以坚定的态度迎接挑战 兢兢业业追逐梦想,在路上赢得胜利 2016年,杨子在电视剧《狼牙榜》中的表演 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和追捧 这也是他演艺事业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也为他日后更加精彩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子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体现了一个成功者的勇气和韧劲 而他的坚韧,源于他对梦想的信念 虽然经历过多次失败 但他始终能够相信自己的内心 并以此为动力继续努力 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在演艺事业上 走过了漫长的成功之路 但杨子的成功不仅限于演艺领域 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 他通过自己的公益行动 为关心社会问题的人们提供了更直观 更便捷的了解方式,也积极倡导各种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和荣耀 也是他对美好社会的贡献 在他个人成就和地位的背后 是他一贯的坚强心态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 在追梦的路上,他不仅不会被快节奏 繁重的工作和各行各业的纠缠所下倒 而是会用不屈不挠的任性去追求更高更远的成功 对于追梦的年轻人来说 杨子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他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非凡的毅力 为那些追求人生成功的年轻人提供了理性的思考和积极的行动路线 成长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但有了榜样,这条路就会平坦许多 他是一朵娇艳的花朵 不仅鲜艳动人,还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和气息 这是对杨子最真实的描述 作为新一代实力派演员 杨子凭借朴实无华的自然美和精湛的演技 深受观众喜爱 不过,杨子的成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他不放弃的坚持 在娱乐圈的道路上不断奋斗 打破常规,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在演艺发展方面,杨子可谓是多期 从家族荣耀楚桥传 到湘密沉沉浸如霜,庆余年等火爆网剧 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精湛的演技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随着天圣长歌这个角色的崛起 一夜之间迅速被推上热搜榜 不断赢得观众的信任和支持 然而,成功的背后是杨子的坚持和不断的进步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 他不惧挑战,接受新角色的挑战 不断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表演方式 他坚信,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可以被演员演绎出情感差异和精彩的长处 因此,他在表演上不断努力,精益求精 同时,他也可以和其他同龄演员不同 他不仅在演技上表现出色 在日常生活中更是以优秀的品质 演绎出模范行为,成为业内标杆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的示范 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树立了人生的标准 所以,杨子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 更是他为年轻演员树立的榜样 他不仅成为年轻演员的偶像 更激发了他们不断进取的动力和意志 他用实际行动让他们相信 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追求梦想的成功 综上所述,杨子不仅是娱乐圈的当红明星 更是一股朝气蓬勃的精神 激励着无数年轻人不断前行 他的经历和成就为我们树立了积极的榜样 让我们在追求中时刻保持勇敢前行的态度 活出最好的自己 杨子,一个象征着青春和活力的名字 他的经历和成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意气风发的榜样 如今的杨子,已经成为了整个娱乐圈的焦点 他不仅美丽,而且才华横溢 他曾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 却凭借着自己的实力,一步步走向一幕 从当初的小角色到如今的女主 杨子一直在追寻自己的梦想 杨子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的天赋 更在于他懂得拼搏,懂得付出 在娱乐圈,谁都知道 没有白来的成功,杨子也不例外 他做事非常严谨细致 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尽善尽美 他的努力和奉献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成功和影响 杨子的成功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他所表现出的坚韧与执着 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成功需要不断的努力和奋斗 这个过程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杨子的态度和努力告诉我们 在任何行业,追求梦想,都要坚持一个月 不一定有任何结果 但要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刻 在杨子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 一种不像困难低头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种精神,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效仿 因为它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在杨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自我成就的女性形象 他告诉我们,女人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事业 掌握自己的命运 创造自己想要的精彩人生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杨子的故事是我们的鼓励和动力 让我们更加努力,追逐梦想 正如杨子所说 人生是一场超级马拉松 只有坚持和奋斗 才能成长为真正的自己 02 新场,欢瑞世纪旗下有那么多艺人 欢瑞世纪是一家成立于2015年的中国文化传媒公司 总部位于北京 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影视剧制作 艺人经济,音乐制作 演唱会策划与投资等 欢瑞世纪也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在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地均有投资与业务合作地区 欢瑞世纪成立初期 公司注重自身技术的提升 引进国际先进的影视拍摄设备 技术和管理理念 先后完成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影视剧作品 公司守护影视剧作品为伪装者 该剧以其独特的形象 紧凑的叙事和精良的表演 迅速成为国内收视里程碑式的作品 并逐渐传遍欢瑞世纪的名声 点 除了影视剧制作 欢瑞世纪在艺人经济业务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旗下拥有众多当红明星 以下位欢瑞世纪旗下部分艺人 1.杨子 中国女演员 1992年出生于北京 杨子是欢瑞世纪旗下最著名的艺人之一 她因为在电视剧《家有儿女》和《欢乐送》中的出色表现 而受到大家的喜爱 她被称为国民少女 2019年 杨子主演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 再次引起观众热议 展现了她的演技和表演能力 2.肖战 中国男演员 1991年出生于重庆 肖战因在电视剧《陈情令》中的精彩表演而广受喜爱 一举成为欢瑞世纪旗下的重要艺人 肖战也是一位优秀的歌手 曾凭借多首主题曲获得音乐大奖 3.李现 中国男演员 1991年出生于重庆 李现因在电视剧《陈情令》《亲爱的、热爱的》中的出色表演而深受观众喜爱 被誉为国民老公 李现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 他为《陈情令》中的多首主题曲现声 受到众多歌迷的喜爱 4.吴磊 中国男演员 2000年出生于上海 吴磊是欢瑞世纪旗下的青年艺术家之一 因在电视剧《陈情令》《周天记》中的出色表现而广受认可 深受年轻观众喜爱 5.刘浩然 中国男演员 1997年出生于河南省 凭借活泼可爱的形象和独特的演技 刘浩然成为欢瑞世纪旗下备受关注的艺人之一 刘浩然也是一位出色的歌手 曾参与过多部电视剧和电影的主题曲创作 除了上述艺人 欢瑞世纪还有很多其他艺人备受关注 比如陈飞宇、李光杰、宁静等 通过专业的团队和创新的策略 欢瑞世纪成功塑造了众多优秀艺术家的形象 为他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03 肖战和李沁的《梦中之海》终于杀青了 将于6月1日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 终于官宣了 万众期待的青春励志剧《梦里的海》 正式宣布将于6月1日在央视电视剧频道 CCTV8黄金时段播出 引来网友们的热议 这部剧由肖战、李沁等人主演 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春热血和拼搏精神 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经官宣《梦中之海》立即引发网友热议 不仅粉丝大呼久违了 不少业内人士也对央视选择这部剧的黄金时段表示意外 剧中的演员组合也让观众十分期待 肖战和李沁之前合作过很多作品 比如《斗魄苍穹狼》《狼殿下》《朱仙一》等 无疑让这部剧自带超强关注度 除了肖战和李沁这对熟悉的搭档《梦中的海》 还聚集了刘瑞琳、曹斐然、张灵心等实力派演员 他们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各剧特色 让这部古装剧很有意思 满分 剧情主要围绕诞生于时代的年轻人的知识 努力、梦想和情感展开 描绘出一幕幕感人的青春故事 剧中肖战和李沁两个角色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 但他们始终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前行 两人的默契配合和情感渲染 让这个虚构的青春世界更加丰满真实 在官宣之前 央视已经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了相关预热 动态描述了央视即将播出的一部男女主剧将进行拍摄宣传 此次登陆央视黄金档 算是对肖战的肯定和喜爱 意味着梦中的海在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基础上 将获得更大的支持和期待 实力与人气艰巨的肖战 近几年在央视的待遇也受到了大众的关注 最低潮时期受邀出演抗议电影《最美秘行者》单元剧《斗罗大陆寒假正五》当播出 传记《伟大的英雄》 肖战凭借实力接下了演技派的角色 成为了正能量演员的代表 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梦中的海在定档前后也经历了波折 原出品方新派传媒或因法律纠纷被禁播 不过在正式上映后 新异传媒从主海报中消失 央视和西西影业成为主要出品方 这让梦中的海的播出明显且底气十足 梦中的海将于6月1日在央视黄金时段热播 这部深入人心的青春励志剧 无疑将再次掀起追剧热潮 让我们一起期待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海洋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子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